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VR速递 今天也是脸书改名Meta之后首播VR游戏资讯 第一个,杀戮武士将在明年一直登陆到Oculus Quest 2 现在大家就可以在PC上玩到早期版本 我亲自问了一下开发者大致的时间 预估会是在6月左右上下Oculus Quest 2 这个游戏划分很特别,是黑白水墨划分 加上UI会让你感觉有点像武士漫画 但实际场景中血液和特定的物品以及人物会有色彩的 游戏是物理进展的玩法,你的敌人是一群武士和奇怪的生物 当然你可以选择暗杀或者直接面对面的决斗击杀 我个人是蛮期待这个游戏的,主要是对于一体机的机能来说 创造独有的视觉划分,可以掩盖掉图形质量的问题 现在就是看移植后这喷溅的红色液体是否依然这么有美感 以及实际战斗师拼刀石的触感是否有出色的物理交互 然后关于剑语魔法,我去翻了一下他们的官网 给大家补充一些重要的信息 首先这个一体机版将会支持MOD 在发售后的几个礼拜内将会上显MOD的功能 但是一体机的MOD跟PCMOD是不兼容的 需要玩家自己去重新兼容优化 或者是直接为一体机定制MOD 首发上架时游戏会包含最新PC端更新的优势地下层模式 但是有几个地牢关卡是需要加点东西太多 他们就会删掉 而且同一地图最高的敌人数量上限也会减少 这个游戏之所以会把一体机版跟PC版区别开来 是因为不想因为强行同步而拖累PC版的开发创新 当然一体机版会在技能允许的情况下 尽量接近PC版 之后两个平台都会保持更新 到时会先更新PC端 然后再做内容的取舍来更新一体机版 不过有趣的是 开发者说他们通过优化一体机版本的同时 反过来帮助他们解决了PC端的bug 这个情况是他们从未预想过的 同时开发两个版本现在看来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第三个就是今天Meta公司收购了健身游戏Supernatural的开发商 这个游戏是Oculus Quest上 首批提供订阅收费的游戏应用之一 其实收购这家游戏公司理由很简单 因为节奏关键营收过亿美元 就有不少部分是来自后续的DLC收入 这让Meta意识到 订阅收费将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营收增长点 而对于VR健身 我们今年也看到了Meta专门为这个特性 铺开了线下广告 Supernatural的游戏有点像 节奏关键 也就是拿根两个棍子在那里砍来砍去 但是它的背景环境是真实制造环境拍摄取景的 同时还会有健身导师出现在你面前跟你一对一教学 而近日也更新了类似FitXR那样的拳击模式 对比其他游戏带着健身元素 Supernatural更像是在健身中带着游戏元素 最后就在GTA圣安迪烈士移植 开始出消息公布后 有网友在社区论坛问道 之后Meta还会有什么游戏惊喜呢 如果被认证是AUKUS工作人员就出面回答说 还会有很多游戏陆续到来 不只会有移植作品 还有原创的大型的3A级作品 好吧 反正目前来看VR游戏这个比VR硬件这个比箱那么一丢丢的 那就让我们顺目以待吧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